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我们已经来到了成都 421拿到一个爱的号码牌 居然是1号 我们今天真是太勤快了 没错 我们今天就是来做体检的 本来我们每年都会做体检 去年这个时候 我们有点害怕医院 所以没有来 今年又发生了疫情 但是我们还是依然的来了 因为不做不行了 苗总已经觉得自己病入高荒了 还是查一下放心 当然也有可能查一下 我有点害怕 好了我们体检已经做完了 苗总不知道从哪找了个 中老年人体检必做项目 他把它全部都剪了 他花了两千块 我只花了一千二 我花了两千五好吗 我有个小发现 我发现成都市第二个医院 体检部的早餐的泡萝卜干很好吃 然后之前很多朋友提醒我们 我们才从俄基纳回来 应该去做一下核酸 其实我们已经回来很久了 但是因为明后天我们可能要去看朋友 而且朋友家开了一个餐馆 所以为了让他安心 我们先去做一下核酸检测 苗总第一次做核酸检测感觉怎么样 我咳嗽了 我觉得对人家很不礼貌 我们现在来银行办完事了 然后苗总下午打算去医院检查一下 他吃饭的家伙事 距离下午还有两个半小时 我们去买兔头吧 好了就是这边 没记兔头前面有个邓记兔头 这两家兔头据说打了几十年对台 我正想告诉你我闻到香味了 我们现在这家买吧 一家买四个 哇兔头十三兔腿十三 想吃肉就买兔腿 想坑骨头就买兔头 你要吃啥子吗 麻辣的五千米 哦 要麻辣的五千米 要的 大家多好吃点啊 好吃 好吃啊 哦这个汤好香哦 吃饶得我这个香味 好多花生哦 看到没得 哇 哇 还来四个 打包给他们 关系收款264.5 一货卖这么多啊 嗯 哈哈哈哈 买完才发现这就是一个居民楼 他们就是在家里边坐 上面都是老楼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老房子的 我也喜欢啊 谁不喜欢啊 另外一家也很火的 一二三四碰 这边还在不停地疯狂发火 还有美团的小哥在这边排队 两个麻辣的两个五千米 五千米 嗯 嗯 好了 提上我们的战利品 还有给朋友打包的 继续回医院去给苗总看病 刚才老板跟我说 他们已经开了27年了 果然这两家已经战斗了几十年了 这是怎么样的猎源 就是相爱相杀法 一生说了 我这个不是猎牙 是什么 他说我是自然损耗的 嗯 我怀疑是不是吃东西太多 所以就损耗到他了 嗯 这是一个吃货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嗯 接下来要带多次的猎种 去皮肚科上 嗯 之前在掌握的时候 他嘴上不是就被文字咬 就是肉包吗 不但没有好软 而且还增加了 现在有八九十个 什么八九十个 那天我数了 一百一十一个 终于回到房车了 今天感觉在外面的一天好累啊 还好我们带回了这个 嘿嘿 这个是邓氏兔头 这个是梅济兔头 哎呀 梅济的 有点漏 把我的包都 一时间竟不知道应该是心疼我的包 还是心疼兔头 哈哈哈哈 然后他漏掉了这些油真的 太可惜了 里面全都是那个花生嘴 还有花生 我当时站在旁边闻起 就觉得太香了 太发臭了 而且这个兔头到现在 都还有点纹饰 那是你用身体污热的 哇 好好吃 太伤心病狂了 你想这个花生棒的 啊 真的特别伤心病狂 哎呀 我的牙齿有点嚼不动 你今天不是把牙补好了吗 就是还不习惯啊 来给你个兔舌头 啊 嗯 来吧 啊 嗯 真好吃 医生跟我说了 平时咬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边平衡 并且我右边的下颌关节 现在打哈欠 不能张太大嘴 要不然会疼 也是因为那边过度疲劳造成的 哎 我们上次在大同 看见这个兔头多少几个 八块 这边要13一个 有点贵啊 太多人吃兔头了 没有一只兔子 可以活着走出四川 嗯 嗯 哇 嗯 哇 极致鲜美 嗯 喵喵喵喵 好了 我们现在来尝一个 哇 哇 也是这么多 看起来就好棒的东西啊 嗯 这边的油要少些 这边的油要多些 油多的话 花生泡在里面就容易软 这个花生还是脆的 还记得兔头怎么吃吗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来 上下颌掰开 哇 这个下颌还可以左右掰开 这样的话舌头就出来了 把舌头献给尊贵的客人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吃它在脸颊上的肉 脸颊上肉也很好吃 我觉得我想要是 邓机的花生配上没记得兔头 你做梦 另外喵总还去看了皮肤科 它从沙漠回来身上就长了各种 大大小小的包 一共 就是有111个 今天医生看了一眼 就看了一眼 一秒钟就得出结论 说是过敏 我觉得要是虫子咬的包的话 怎么会回来之后 它还会继续长呢 难道不是虫子咬的吗 但是医生今天告诉我们 这个是被虫子咬了之后的过敏反应 说毒素还在里头 还会继续过敏 然后自己扛的话会扛很久很久 我都已经好了 对啊 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花爪都好了 我还没好 我还越长越多了 整整一个月 上次就是9月20号被咬的 结果两个药膏 再加上两个口服药 就居然能治好我吗 这会不会显得 你太蠢了 今天只花了70多块钱 这会不会显得 我这一个月的坚持 是毫无意义的 对磨叠做能忍痛你这点 我不发表评论 何总我觉得你应该给大家看一下 这千猪万猪腿 你烫了一个月的腿是啥样 还在吃兔头 就不要个应大家了 等最后再给大家看吧 那好吧 给你吃一个兔头 然后我想要夸一下 12医院的那些护士妹妹和医生姐姐 每一个都好温柔啊 对 他们好像受过温柔特训 而且他们很多长得很漂亮 你发现 对对对 今天给苗总看皮肤的那个医生 就长得特别漂亮 十名胯下程度12亿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优先选择 程度12亿 去体验一下温柔的呵护 这不是一条广告 好了我们要继续开始干兔头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请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 然后长按点赞会给我们更多鼓励 拜拜 苗总的腿不是腿 是奶豬妈的小伯伯 中按星期再见 我能记得